恩典赛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主一直有一句话放在我的心中 也许主也要透过这句话对你说 就是他一直都在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主突然出现在我们旁边 主一直都在我们旁边 但是当我们没有遇到那些超过我能力所及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并不在乎神在不在我旁边 因为我自己就能解决了 我靠我自己就能够解决了 他跟拉班在斗法的时候 他说我靠我自己虽然我舅舅很厉害 没关系我能 虽然我岳父很奸诈 没关系我比他更聪明 虽然他虽然遇到了很多的状况 但是那些东西他觉得我靠我自己就能够解决 所以神在神不在无所谓 可是此刻他要回去面对哥哥 他发现这件事情我真没办法 我像个秀才 我哥哥是兵 我秀才遇见兵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 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可是此刻他根本就没理 因为是他对不起哥哥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而这个时候他转过来 他突然发现 主啊你一直都在 我也求神帮助你 主一直都在 而他开始呼求神的时候 他跟神怎么说 他说你曾经对我说 那个你曾经对我说 是他跟神之间那个单独的 一对一的真实的生命的关系 我回头看我的人生 我的生命做错过很多事 其实常常是在我做错事 在我生命里面最糟糕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收拾善后的时候 我转过来面对神 然后我尽力主有话给我 主挽回我 主责备我 主甚至有的时候 用他的杖敲我打我 可是他敲我打我 就让我知道他真的在 所以你知道 诗篇二三遍说 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 杖是用来什么 把羊给拉回来的 给打回来的 肝是把羊给勾回来的 被打被拉被勾 都会痛都不舒服 但是为什么他反而觉得 就是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呢 那个安慰就意思是说 虽然我现在搞得一塌糊涂 但是他每次打我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在 他用杖把我给勾回来的时候 他在 神会管教 神不是总是任凭我们 做很多很糟糕的事情 然后永远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保守你我爱你 他会管教 也许你也正在面对 神对你的管教 你知道我常常做错事的时候 那种害怕到 东窗事发 吓到那种感 我真的知道 神允许我 扣少你去尝一尝 那个害怕的滋味 如果你不尝到这样的滋味 你就会一直以为没事 神会管教 神也会责罚 但是神总是让我知道 他在我的旁边 他与我同在 而在那个时刻 我会来到神面前 从心里承认 主啊我能够走到这一步 都是你的恩典 不是靠我自己 在那个之前 雅各可能觉得 我很能干 我很优秀 我很聪明 他们都斗不过我 而此刻 他降服下来承认 我能够拥有这些 都是你的恩典 代表你也回到神的面前 在他的光中 承认自己的有限 经历 神打你 管教你 但是他 一直都在